我守护了一个女孩12年 也曾主动表白过 她却说 这辈子我都不会恋爱 我喜欢恋人未满的感觉 紫期 你对我来说独一无二 我信了 直到后来她百万直播 高调牵着男友的手出去 我送上祝福 递上辞职信 删除联系方式 热衷公益一年后 机缘之下我顿入空 后来 她日日来店外找柜 我未曾再开店门 公司五周年的庆典 计划了一场百万直播 直播前 柳如烟笑容艳艳 说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大惊喜 有人用业余的目光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柳如烟是点滴文化的当家主播 我是负责人 我们两个狼才女貌 再加上柳如烟最近总是一副 粉红泡泡的样子 他们认为我们好事将近 这根本不 我笑着摇了摇头 让大家赶紧合对一遍流程 直播的内容是户外演唱 完全的粉丝福利 我在直播设备后面 全心全意地看着柳如烟 我最爱的女孩 在直播进行到最精彩的时刻 柳如烟从后面的半屋里 牵出来一个人 伊藤臣 她和柳如烟吵过CP 我微微皱眉 今天的流程里并没有这一项 围观群座里想起了起碾声 一声接一声 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 柳如烟脸颊微红 今天是跨年夜 新旧交替之夜 我希望所有人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下一秒 烟花榨起 无比浪漫 现场爆炸了 直播间也爆炸了 我看向柳如烟 她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眼睛里都是站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 我面色瞬间苍白 连大脑停滞了片刻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守护了柳如烟十二年 也曾主动表白过 她却说 这辈子我都不会恋爱 我喜欢恋人未满的感觉 紫期 你对我来说独一无二 我信了 然后把对她的爱深深的藏在心里 从此成为了她最好的朋友 守护着她 再也没有越界一步 可她今天却和她的男朋友高调观圈了 一股电流从我的身体流过 直到我心口泛起密密麻麻麻的苦 周围的工作人员全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看着我 不敢说话 是啊 我对柳如烟的爱 所有人都知道 连他们都在顾忌我的感受 可柳如烟呢 因为突然的观圈热度太大 现场混乱了起来 直播被迫结束了 我们回到了办公室 柳如烟还沉浸在甜蜜 像以前那样摇了摇我的胳膊 紫期 你是为我高兴的 对吧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我深深地看着她 终于在她期待的目光里 开口说道 如烟 恭喜你 她又笑了起来 娇美的脸上是松了口气的样子 笑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生气了 腾晨还在等我亲住呢 我先走了 看着柳如烟迫不及待的角度 我苦涩地笑了笑 好像只有我还记得那段回忆 并且现在里面沉沦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 是时候走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投资人 霍总 我要辞职 霍正化是投资人 更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对柳如烟的感情 她全都知道 霍正化叹了口气 我在热搜看到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我打开手机 看到了柳如烟官宣男友的消息 果然在热搜上明晃晃地挂着 她看她的眼神果然不清白 我的CP是真的 哇 百年好喝 百年好喝 一片的喜气洋洋 这种氛围在柳如烟亲自发布 感谢大家祝福后 到达了顶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和柳如烟的一切 好像今年旧梦一样 在我脑海中快速地回话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家儿童福利院 因为不爱说话也不爱表现 一直没有被领养 所幸院长喜佛 本性慈悲 从未对我有偏见 我心存感激 有时间就帮她抄金 耳濡目染之下 我也有了一些慧根 从小就没有亲缘的我 觉得一辈子这样亲近 也没有什么不好 直到15岁那年 柳如烟跟同学来福利院做一工 她像一个小太阳一样闯进来 我从未见过这么鲜活的女孩 是柳如烟让我见到了 这世界的另一种色彩 喜欢上她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让我对俗世有了向往 我考上和她一样的大学 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然后得到福利院资助人 获正化的投资 一起创业 我们的直播事业蒸蒸日上 几乎做到了头部 我达到了能带给柳如烟 幸福生活的标准 于是我和柳如烟表白了 然后就得到了她不会恋爱的回答 说不失落是假的 但我根本舍不得离开柳如烟 人生有几个12年 更何况 我的一颗心全在她身上 我安慰自己 没有得到过就不会失望 失去的时候也就不会被伤 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柳如烟会这么轻描淡写的 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会毫无顾忌的 就这么官宣的另一个 她只认识三个月的人 好像在意这段关系 在意这段感情的人 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人舍不多 思绪回来 我苦思的笑了一声 是该结束了 获正化没有多说什么 我也不是需要安慰的人 从一无所有到直播头部 但凡我脆弱一点 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子柒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有一点 我的投资名义上 投给点滴文化 实际上是投给你的 如果你走后 点滴文化达不到我的标准 我有权利进行优化 我应了一声 当然 这是正常的 获正化热衷于公益事业 但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开公司就是要盈利 这无可厚非 获正化的声音轻松了一些 你是不是没想好 接下来做什么 我这边太忙了 基金会有些公益活动 需要负责人 你来帮帮我 我忽然辞职 带给获正化的麻烦不小 帮她也是应该的 我答应了下来 离职通知很快就下发了 我的手机收到了 一大群人的关心 我看着手机上 被我置顶的柳如烟 安静的一如这几天 我们的对话 还停留在几天之前 柳如烟的时间 没有留给我 自然是给了别人 我笑了笑 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删除掉 她有了新的生活 我也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人不能永远现在过去 只是我没想到 第二天一大早 我的门铃就被暗得震天下 我打开门 看到了怒气冲冲的柳如烟 陆子七 赌气也不是你这样的吧 赌气 你居然认为我是在赌气 我不由得觉得有点好笑 十二年的相处 我以为她应该是了解我的 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 柳如烟皱着眉 难道不是吗 说辞职就辞职 连声招呼都不打 还拉黑我的联系方式 陆子七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做不成恋人 还不能做朋友吗 我的手扶着门框 就这么定定的看着柳如烟 她还是那么阳光跳的 但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耀眼 退去给她肚上的绿景 她也不过是个 被宠坏了的女孩 我轻声开口 你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 柳如烟的质问瞬间停住了 她哑声了片刻 我没有想那么多 显然她已经想起来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你的朋友 这样对我来说太残忍了 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只是我也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那就算我请求你 你也不能留下来吗 点滴文化不能没有你 我没有说话 但是柳如烟已经明白了我的选择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露出恍然又愤怒的表情 点滴文化是我们两个一起做起来的 你以为没有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吗 你不就是想逼我和腾臣分手 和你在一起吗 陆紫七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么卑劣的人 说完 柳如烟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只觉得好讽刺 柳如烟觉得我是在用这种方法逼她分手 但逼迫别人这种事情 我不会做 也不屑做 原来十二年的陪伴 柳如烟并不了解我 她甚至不相信我 可以随口说出重伤的话 阳光依然照在她身上 但不再有当年那样的夺目光彩 柳如烟被我宠坏了 她的工作就是在镜头前展示 她不知道运营一个头部直播间 需要在背后做多么繁杂的工作 我收回视线 打开了电网 打算交接一下权限 下周就要有一场重要直播 品牌对成交额有要求的那种 可是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有我的助理小吴在 应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紧接着我收到了货正化的资料 就准备着手跟进公益活动 和新同事们沟通好 做出方案后 已经过去几天了 小吴忽然联系到了我 陆哥 出事了 直播出问题了 原本有我在的时候 背后的一切工作 都是由我来调控的 我以为我离开后 跟了我很久的小吴 也能完成这些 但是柳如烟不知道 是憋着一口气 还是在照顾伊藤臣 直接让她插手了 伊藤臣竟然擅自修改了流程 连带着后面的安排全乱了 观众和粉丝们摸不清头脑 纷纷指责 直播间里一片愁云惨淡 所有人都叫苦不迭 最后自然是没有达成品牌 要求的成交量 这是点滴文化自从成立以来 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故 小吴正和我说着 品牌方的电话就打过来 陆总啊 直播的事情 我这不是联系不到柳如烟吗 霍总也太忙了 只能找你来了 我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柳如烟还是小孩子脾气 遇到问题了就只会逃避 看来那个伊藤臣 也不是什么有责任心的人 我本来不想管他 但是点滴文化 毕竟是我一手创立的 我对他有感情 品牌老总也是和我 合作了多年的合作伙伴 我离职走得突然 于公于私 我都不好直接撂条子 我接过了这件事情 就当是给自己和点滴文化 画上一个句号 我和小吴重新商量 给品牌重新准备了一场直播 只要这场达标 就不追究之前的责任了 小吴最后拿着计划书 去和直播那边商量 而我也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一开始对面没有声音 最后才传过来柳如烟 别别扭扭的声音 这次的事情 谢谢你了 经过上次不欢而散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 不会有什么联系 没想到他还会给我打电话 我本来也不是帮他 就应了一声 准备挂断电话 柳如烟却急忙让我等等 我知道你上次说的是气话 我回去也反思了 这次是我不对 晾了我这么多天 你还没消气吗 我心平气和的说道 我没有生气 感情的事情 从来不是我一厢情愿 就能得到结果的 我的确没有生气 我只是失望 可柳如烟听到我的回答 好像放松了心情 连语气都轻快了很多 我就知道子气 你舍不得和我生气的 既然这样 你不如教一教藤臣 怎么做中控吗 我想让他也成为 我最好的搭档 我简直要气笑了 我以为柳如烟 终于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可他话里话外 仍然是要帮伊藤臣 他是为了伊藤臣 才来和我低头的 兜头一盆冷水 我的心也彻底冷了下来 我轻声说道 柳如烟 你和我说这些话 你有心吗 对面瞬间安静 我多了解柳如烟啊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 他难看的脸色 但如果是以前 我早就忙不迭地答应了 因为我不想看到 他那样的表情 可我现在只觉得庆幸 庆幸自己不用 做一辈子的傻瓜 这几天的疲惫涌上心头 我再也没有了 敷衍他的经历 柳如烟 那我不妨说得清楚一点 我出手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点滴文化 这是我最后一次 参与直播的事情 以后我不会再插手了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把12年的喜欢 从心里弯掉是什么感觉 我望着窗外沉沉的月子 就到这里为止吧 小吴在联系我的时候 说补偿直播很顺利 柳如烟和伊藤臣 都按照我定的流程 规规矩矩矩 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算是度过了这一次的困难 我听过以后就算了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基金会有一场 在山村希望小学的活动 因为活动召集了一批新的义工 我在现场带他们 在看到一个女孩的时候 我不游的这么片刻 她梳着马尾便 走路的时候 马尾便甚至会一扬一扬 看起来非常的阳光 我恍惚间 好像回到了十几岁的福利院 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仰头就看到了柳如烟的笑脸 我摇了摇头 企图把这些回忆摇出脑海 却正好看到女孩 在经过堆好的箱子旁边的时候 箱子发生了清洗 我快不赶过去 刚把她拉过来 箱子里的金属文具盒 就尽数倒下来 几个盒子砸在了我的手上 砸出了几个小伤口 惯性的是这些东西 没砸在这个女孩头上 我松了口气 把女孩放开 女孩惊魂未定地拍着胸口 似乎还反应不过来 我递给她一瓶水 我是知道点滴文化要来源的 但是柳如烟这几年娇贵得很 我没想过她会来这种山区 她一看到我就往我这边走来 我敏锐地发现一腾沉并不在 陆老师 这时候有人叫住了我 是那个马尾女孩 她笑咪咪地跑了过来 递给我一个饭盒 刚才的是太感谢您了 这是我带的饭团 银尝一尝 这时候柳如烟也走了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她看着女孩的饭盒 又看了看女孩的笑脸 面色并不好看 这里的伙食不好啊 还要单独开小灶啊 女孩连忙解释是我救了她 谁知道柳如烟盯盯着我的伤口 脸色更难看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让女孩先离开了 我不知道柳如烟在想什么 对她点点头就要离开 虽知道柳如烟伸手 是为了抓住我的手臂 她的手正好滑在了我的伤口上 我不由得撕了一声 柳如烟却没有放开的意思 她咬了咬嘴唇 定定地看着我 所以你当初看我也是这样啊 这话看似一头雾水 但我却知道她在说什么 柳如烟明明穿着漂亮的衣服 画着精致的妆容 她应该是现场最亮眼的女孩 但我就是觉得阳光没有偏爱她分好 当初那个给我带来阳光的女孩 好像在这几年里消失了 我笑了笑了 可能吧 然后我就看到了柳如烟正在园底 她苍白着脸 似乎摇摇欲坠 女孩并没有放弃把她的饭团分享给我 这么来来回回了几次 我们一起坐在了山坡上吃起了饭团 我听着女孩的梦想 她说想让所有平级的土地上开出花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走出去 我笑了 希望你能一直记住自己的梦想 这时 一道目光如影飞行 我转过头 看到柳如烟看向我们 眼神灰暗不明 活动结束就不早了 我们会在这里住一晚 谁也没想到半夜忽然下起了大雨 我们的物资还没有装卸完 这些书本怕雨 我们又在半夜抓紧时间抢救了一下 终于可以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 但是一个老师焦急地找到了我们 有一个孩子说去山坡后面上厕所 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 下着大雨 山体随时可能滑坡 于是我们顾步地休息 在山坡处分散找人 天色太暗 又是大雨 人走路都困难 要把脚一下一下在云云的路上拔出来 一个小孩子会更难行走 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往山坡后面走去 绕了几圈后 我终于看到了那个被泥水困住的小孩子 我松了口气 过去把他拔了出来 交给了一边的老师 就在这个时候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声音 然后我就看到了老师惊恐的脸 陆老师 小心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感觉到泥水溅了我的脸上 山体滑坡了 但是马尾女孩和柳如烟还都在我身边 他们两个都满脸恐惧 脚下像是生根了一样 忘记了逃跑 我想也没想 把距离我更近的马尾女孩用力一推 推离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看到了柳如烟同时伸出的手 和他正住的表情 我好像还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破碎的形状 是 我一向都是以他为优先级的 如果遇到危险 我一定会优先救他 我和他都明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没有那么特殊了 我终于能用平常心来对待他了 时间紧急 我用最后的力气把柳如烟也推了出去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片混沌中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依然是那个阳光明媚的福利院 但是朝我伸出手的那个人 我却看不清他的样子了 我想起来老院长和我讲过 佛说一切皆空 万法皆原 可能就是这样了吧 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了 霍正化就坐在我旁边 他终于松了口气 怎么搞的 我是要你做负责人 我不是要你连命都不要呀 看到他抓狂的样子 我觉得好笑 但是一笑又扯得浑身都痛 霍正化看了我好一会 然后叹了口气 你和柳如烟是怎么回事 我一正 我和他能有什么事 霍正化又叹了口气 你昏迷的这些天 柳如烟就呆呆地守着你 也不直播了 品牌的违约通知一封一封送过来 为此他和男朋友还吵了好几次 我淡淡地垂下眼眸 霍正化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好好休息吧 工作的事情不急 我点了点头 又陷入了昏睡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才觉得有了事 原来我没死 旁边传来一声惊喜的声音 紫漆 你醒了 我这才看到旁边守着的柳如烟 他眼下有一片清黑 脸色也憔悴 看起来风尘仆仆的 你不工作吗 老往我这里跑做什么 柳如烟的笑瞬间就僵在了脸上 我担心你啊 我轻声道 我没事了 你赶紧回去吧 谁知道柳如烟听了我的话 反而愤怒起来 怎么了 我现在连关心你都不行了吗 我没有说话 但是往往沉默就是一种态度 下一秒 柳如烟就靠在病床前 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 他抬着头 我看到了他眼睛里面的悔恨 陆子气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以为我对你只有勇气 但是我现在才明白 我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已经爱上了 在希望小学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害怕 不是害怕死亡 是害怕你已经看不到我 已经顾把我放在心上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问道 如果我说我爱的人是你 我们还能重来吗 然后我就迟钝地感觉到了 手上的一片滚烫 不知道什么时候 柳如烟哭了 滚烫的泪滴就这么滴在我的手上 我知道他是真的后悔了 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来 我甚至觉得有点疲惫 柳如烟 你真的明白吗 你是因为我对你不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了 觉得我对你独有的好也能分给别人 所以才后悔吧 那是占有欲 还是爱 然后我就感觉到了柳如烟的僵硬 十二年他都没有明白我的爱 又怎么会忽然明白 我累了 你回去吧 点滴文化还需要你 柳如烟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我以为一切都要在这里结束 但我没想到 一篇匿名的爆料 又把我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爆料的是一个八卦号 语言隐晦不明地说了一个故事 说知名头部主播脚踩两只船 玩弄他人感情 又牵扯到其中一个情人是他的领导 这个领导也不简单 还挂名了基金会的慈善职务 两人利用职务之变挪用工款 发展自己的公司 还在项目上优惠 何一功不清不楚 幸而老天开眼将下暴雨惩罚 他们遇到了泥石流 很快就被扒了出来 霍正华的基金会也被扒了出来 柳如烟 马尾女孩全都被牵扯了进来 或许大众也不关心真相 只要噱头足够就行了 多么狗血 多么震撼的故事 因为涌入辱骂的人太多 点滴文化的直播根本进行不下去 霍正华的基金会也声明了好几次 直到发出了律师函才稍微消停利息 柳如烟给我打来了电话 约我和霍正华见面 这次见面 他异常疲惫 对不起 是我没有处理好我的感情问题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很明显啊 爆料人就是伊藤臣 因为之前的争吵 还有柳如烟回去后就和他提了分手 言语间还牵扯到了我 柳如烟说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 伊藤臣气不过 干脆直接找了人爆料 想把我和柳如烟全都问死 柳如烟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看着我 似乎在表态 又似乎想要得到我的平息 霍正华脸色非常难看 但也没说什么重话 只问柳如烟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柳如烟说办公室有监控 还有聊天记录 霍正华拿着证据 带着律师去报警 临走前他顿住了酒 你们两个也好好谈谈吧 办公室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 柳如烟看着我 眼眶渐渐就红了 陆紫七 那次聊完后我就想明白了 我是真的爱你 不是占有欲 所以我才想要在你醒来之前 和伊藤臣说清楚 然后和你重新开始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或许柳如烟说的是真的 这是无心之国 但那又怎么样呢 柳如烟 你明白的太迟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目光平和的看着他在我面前崩溃 起先是不可置信 然后是眼面痛哭 我叹了口气 这世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救人也不会站在原地一直等你 柳如烟 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都有自己的苦去经历 以后的路 你自己保重吧 我转身出门 临走前 似乎听到了里面越来越大的哭声 那声音无比拗呼 无比痛苦 愿曾慧 爱别离 求不得 再没有比这些更痛苦的事情 好在我走出来了 霍正化用最快的速度报了警 警察出了通报 表示事情在调查中 请大家不要胡乱传谣 这才把事态暂时的按住了 很快 在确凿的证据下 伊藤晨也被带走调查了 他做的事情也都一一被查清楚 霍正化选择了起诉 真相公布于众 又是惊起一片哗然 之前攻击我的人三言两语道了歉 转而又去攻击伊藤晨 无数人争着抢的要去做血话 甚至带着对我的歉意 连网报都升级了 我心里没有一丝喜悦和快意 我只觉得乏味 这一场又一场的狂欢 只是在发泄他们心里的不满罢 真相不重要 对象也不重要 我忽然就想起来福利院的日子 那些跟在老院长身边 平和安静的日子 如果不是柳如烟偶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的人生轨迹会不会像我预想的那样 我回到了旧福利院 提出要捐助 新任院长热情地把我带到了办公室 这几年我赚了很多钱 但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幸福 我的目标一直是想让柳如烟过上最好的生活 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现在这个目标没了 那我就尽力地帮助我能帮到的人 他一听说我是这家福利院出去的人 院长对我更加热情了 在签订完所有文件后 我打听起了老院长的下落 原来老院长已经出家了 现在正在一个寺庙里做主持 我淡淡一笑 这确实是他会做的选择 临出门前 我又看到了马尾女孩 她来给院长送东西 笑着和我打招呼 我神色一正 这件事情里只有她是最无辜的 我和她道歉 她摆了白手 没关系 我心里知道我没做那些事情 我还要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两次女孩神色认真 眼神澄澈 你是个好人 不要在意别人的那些话 我真正笑了起来 谢谢你 回去之后 我就和霍正华再次提了辞职 霍正华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我的选择 他揉了揉眉心 基金会这边倒是没事 点滴文化那边要破产了 看到自己亲手打造的公司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心里生出一点遗憾 缺钱的话你和我说 说完这话 我和霍正华都愣了 伴上他才咬牙切齿的笑了 赚钱了不起啊 这话当年还是我和你说的 我和他相识一笑 他冷哼了一声 真的决定好了 我点了点头 我有空会去看你的 把一切都结束了之后 我只觉得一声轻松 我终于要回到正华去了 我本来该走的那一条路 临走前 我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不甚熟悉的号码 硬断 他又不死心的响起来 我想了想 还是告个别吧 电话一接通 里面就传来了柳如烟痛哭的声音 陆紫七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好吗 你怎么这么觉醒了 连个念想都不留给我 我淡淡出声 这和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选择 柳如烟 再见了 看着眼前的青山和台阶 我毫不犹豫地往前走 我再次听到八卦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寺庙里来的游客 偶然提到了这件事 你们不知道吧 这关还有后续的 那个大老板听说再不留恋红尘 直接出家了 要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人这样对我 我就狠狠报复回去了 干嘛非要出家呀 反正都那么有钱了 大师果然是大师 带着慧根的 不愿意沾染这些 是失望了吧 想要寻找内心的平和 我听到这句话 固游地往那边看了一眼 倒也不是失望 只是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了 以前向往的生活 比较起来 还是更喜欢这种 我努力了那么久 也只是为了选择一种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转眼间 他们已经走过来 大师 素摘在哪里吃 我微笑着给他们指了个方向 来到寺庙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前 我踏过一节节台阶 找到了老院长这 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平和 对入空门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有一点 我看着不远处 独自跪在角落的女孩 柳如烟好像也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她看了过来 眼睛里是不服输的倔强 我叹了口气 刚才路过的行员要是知道 他们八卦里的主角 就在自己眼前 还不知道要多惊掉下吧 柳如烟走了过来 近处看 她更轻瘦 也更憔悴了 也是 吃不好住不好的 难为她还能每天过来 柳如烟开口 声音沙哑 还带着一丝 坠坠不安 他们刚才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真的就这么失望吗 我从柳如烟的脸上 看出来一种痛 似乎我现在这样 是因为她而造成的 我摇了摇头 我从来没和你说过吧 我有记忆起就在福利院了 身边来来往往那么多人 我始终没有被人领养 始终是孤独以为 我本来就是对这个世界失望的人 是你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目光柔和的和柳如烟对视 看到她颤抖了一下 我应该感谢你的 是你让我体验过了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你不用有负担 我只是回到自己的位置 我的花音落下 屋檐下飞过了一只鸟 在柳如烟苍白的脸上 留下一片阴影 过去的一切 好像是我的一场梦一样 如今梦醒了 我回到了现实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我摇摇头 该去做功课了 下一秒 我的一跑脚就被柳如烟拉住了 她目光欺切 声音颤抖 那我呢 你回到了你的位置 那我呢 你就这么离开 我怎么办 点滴文化虽然破产了 但是柳如烟是知名主播 有钱有言 她可以任性地过任何生活 我不需要为她操心 我向她行了一礼 转身离开了 她从背后压抑出声 字字气血 可是我已经不能过 没有你的生活了 不少游客看了过来 好奇的 震惊的 探究的 已经有些影响到了 寺庙里的秩序了 我的脚步没停 在心里叹了口气 看来缘分还是停在了这里 我们不能再见了 我开始在房间里闭关 不再和外界接触 自然也不用再和柳如烟见面 但是总有小和尚给我带来消息 那位女施主真的每天都来 她好像很有名的 来围观的人也不少 您真的忍心不见她吗 我看向小和尚 和我当年一样的年纪 对外界还充满着向往 我笑了笑 没有必要了 是的 一切都没有必要了 那些今年的爱恨 都已经没有必要了 在后来 我委婉地托人和柳如烟提了一下 她的行为影响到了寺庙的正常生活 也不知道柳如烟是怎么做的 后面就没有人再来围观了 或许是吃瓜群众终于看够了热闹 也是 每天都有新鲜的新闻和八卦 谁会一直在意这个陈旧的故事呢 后来 她日日来店外掌柜 我未曾在开店幕 全文完